嗨嗨大家好 今天運氣不錯 碰到這個鹿角柱鼠的 這個紅太陽開花 那鹿角樹鼠也稱之為蝦鼠 那它通常都是在 這個春末或者是夏畜開花 然後這個是紅太陽的 這個或者是紫太陽的物種 它一般它的柱頭應該是綠色的 但是這一顆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不是那麼綠 但是Anyway等一下我們來切它 這個紅太陽的花都是長的大概是這樣 除了這個這個磁蕊這個柱頭 有點奇怪之外 其他大概就長成這樣子 然後它的花呢 它鹿角柱鼠的花的特色就是 它會 它的花呢 花包是長很多細刺的 所以會稍微刺的 那一般是需要一花瘦粉 那這個已經我前陣子有瘦粉 就乾掉 乾掉長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沒有 還沒有瘦粉 我應該也不會瘦粉 好 那今天來切這朵花 等一下把它拆下來給大家看 好 現在我已經拆下來了 那這個花就長成這樣 這個有點大朵 這個紅太陽的花大概就是 五到八七八公分 看個體大小還有看營養 那有時候價錢也會比較大多 對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 下面都是刺 滿滿的 是個細刺 你大力握它的話 你還是會被刺到 好 那這個花通常都是這樣子 給大家欣賞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切 好啦 切開啦 啊 好刺啊 切 刷 好 這個你看 我的手 已經有被扎進去的 好 anyway 好 拆開 將將 好啦 它這個 一樣 花的老樣子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脂肪 這是脂肪外圍 脂肪的這個 周圍外面是有細刺 然後這個滿滿的 胚胎 這個胚胎 近一點看看哈 很容易就被弄出來了 齒蕊從這邊長上去 這樣 好 這個 熊蕊通通從這邊到這邊長上去 對 然後這個花藥 已經有粉了 這個 因為現在是早上十點多 所以這個粉都已經開始長出來了 蠻簡單的 好 好啦 所以這個就是 紅太陽的花 正反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 OK 就這樣囉 OK 拜拜 拜拜